水花也好 灵火也好 可以感受得到剧烈天气的变化 是越来越明显了 这个时候节能减碳 应该是全球各地每一个世界公民 人人有责 但您看到香港 有一群老师 他们平常教的是幼教班的学生 老师非常有心地来到此季香港分会 学习怎么做环保 除了到了当地的大维环保站之外呢 香港分会也送给每一位老师 一人一聚 尽思语 幼儿园的教师发展日 心灵充电站 尽思堂学尽思语 有一句说话我觉得感受很深 就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 必须人人都能够用得下你 你才能够容纳每一个人 这个是真是令到小朋友 可以体会得到 我们要接纳不同的人 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第二站换到了环保站 动手分类中思考需要与想要 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正如是否真的要停一停 想一想 去想一想才买 如果没有用的 你买来就也都可以制作一滴垃圾 这个释福规非常之好 给我们的有些需要的人士 也都可以循环 去可以用回 非常之好 老师们付出汗水也付出时间 习得的环保观念 都将传承给孩子滋养幼苗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林立朱凤林 卢志德 香港报导